好我们镜头在带你转到的是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最近网路直播蛮盛行的 很多人为了骗点阅率 他自导自演短剧 而且还因为操作简单 这点阅率很高 所以变现快 有好多人都在模仿 好这种状况一定会让中国大陆蛮警戒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政府决定出重权 要整顿网路直播的乱想 大陆一名装满成外卖骑手的女子 在大街上垂胸顿竹哭天抢地 说她的电动车被偷了 箱子里还有未送完的外卖 影片在大陆多个平台迅速传播 点阅率短短一天超过六千万次 原来是一起自导自演的戏码 周末的老公杨末 他可能对周末的表演一定看不下去了 他就教周末怎么演 就这么那种三下起跳那种 表示自己很急啊 很失望的形态啊 造假的短影音 哪怕只有短短十秒 都会让当地的治安受到严重质疑 这是拍摄者无法预估的后果 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视频也没有 也没有暴力 是吧 也没有什么觉得血腥啊 我就感觉这个很正常 所以就不想到会影响到这个 这一块 这个舆论这一块 另一起造假短影音 则是两名大陆的网路直播主 为了博取点阅率 约价斗殴 还采取直播的方式 为了怕直播没戏 直播主还用言语挑衅 激怒对方出面迎战 直播时最多有2000人次观看 最后双双都被送到了警局 类似这种假剧情 骗流量的戏码 由于操作简单 点阅率高 变现快 在大陆屡见不鲜 而且越来越离谱 大陆决定整论这些直播乱象 明确直播主的法律责任 提醒网路空间 绝非法外之地 仍然都要为自己的言行 进行负责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到了我们观察 中国大陆事件的时间了 我们要请到的是 中国大陆特派 陈向如 向如好 叶伦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向如有点不舒服 但是她还是很力挺的 来告诉我们一些 中国大陆的时事 真的 真的很辛苦 谢谢谢谢 因为最近的时候 好多人都感冒了 对啊 所以这一波的这个 严重的疫情 可能要特别注意 没错 好我们先来讲到 这个疫情之外 还有的就是 中国大陆有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恐怕也是习近平 蛮伤脑筋的 就是他们的失业率 好我们看到 之前不是有公布一个数字吗 说中国大陆的青年失业率 高达21.3% 所以100个人里面 就21个人 他失业了 就是代表5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失业 这是超高超高的记录 所以后来 这个中国大陆当局就说 我们要改善统计的方法 所以就停止公布了 这个数据的公开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 他们的青年失业率 到底怎么样 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现象来看 好现在很多人 他们是跑到这里 这里是哪里呢 上如这个是 看起来是图书馆 对 哇去读书感觉很上镜 对不对 但是一个根本就不是对不对 看起来是一个蛮好骗爸妈去住的一个地方 去这边总比去什么 Pachinko好吗 对对对 好但是他们去那边干嘛呢 他们要避免向亲人说他们失业了 所以图书馆成为了一个庇护所 那他们说这个工作日都是爆满的 而且座无虚席 看起来他身边的人跟他都差不多年纪 所以看起来好像失业的人蛮多的 蛮多的 因为五个人就有一个嘛 对不对 十个人就有两个 所以可能这个整个在 图书馆可能要早一点去占位置 对 一开门就要赶快去抢位 哇是有多认真读书呢 不是是没有办法 因为只得去一个地方嘛 对不对 好那他们说工作这些时间 是都没有状况的 所以他们说找地方 要打发时间 而且在图书馆有个好处 他不用花钱 然后又非常舒适 好这是不是代表 中国大陆的经济越来越恶化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项子就是 他们大家去图书馆的很大原因是什么 因为跟过去去的地点好像不太一样 对你知道吗 之前的时候他们是去什么地方呢 他们去麦当劳 去肯德基 然后呢去星巴克 曾经呢他们就有人讲说呢 如果你的妆容跟打扮还可以的话 那么你坐在星巴克里面 坐一整天的话呢 是不会有人管你的 然后呢还有人就曾经就讲到说 最近的时候呢 年轻回忆啊 年轻的时候呢 看到人家写履历写十年经验 哇那时候觉得说好羡慕呀 那现在的时候呢 在疫情之后的话 大陆的经济确实是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缩缓过来 对然后呢 现在的时候就觉得说 十年经验现在正在饱受困扰的 就是这一群中年失业者 对啊因为实在是就是在大陆的话呢 他们就曾经讲说呢 过了35岁以后呢 其实就很难找工作了 对然后呢他们就讲说呢 这个叫做城市的荒野求生计 就像你刚刚说的在星巴克在麦当劳 然后呢有的人甚至去哪里你知道吗 他去法院旁边的旁听某一个仲裁的官司 为什么 因为你就可以在那边耗很久啊 对啊再来的话 还有人去哪里你知道吗 他去医院比较冷门的那个诊间里面 他就是为了要消磨时间 然后挨到了下班前的时候 然后呢再下 就假装自己下班回家 就变成说要耗时间 把时间用完 对他必须要这样子 为了呢就是不要让父母担心 不要让家人担心 就假装我有真的有去上班 然后呢很多人都说呢 你只能独自呢吞下了失业的苦 然后呢去熬过的那个短暂的待业期 还有人就讲说呢 其实上班跟假装上班呢 都一样很消磨人的意志 还有体力 然后呢 因为有人就这样子讲了以后 下面就很多的人留言 他说呢我是一个985大学毕业生 也就是非常好的学校 但是呢疫情以后呢 他所在的公司 就是欠人家十几万人民币 好倒闭了 他36岁了 他根本找不到工作耶 他就说我英语六级 然后呢我说 那我可不可以给人家做翻译工作 人家说你36岁年纪太大了 对 然后呢你说你要做外贸 写外贸单 做一个月以后人家说 你年纪太大了 不行 后来他就干脆去社区里面 去当一个保全 对 太浪费他的才能了 真的 没错 但好像没办法 因为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 先求有再求好 对 但是中国大陆的内政问题 好像真的蛮严重的哦 因为我觉得失业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结构来说 是一个很容易被摧毁的一个骨牌哦 他会有连锁效应 对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台湾比较偏向是找人找不到 因为我们很挑有些年轻人 但他们年轻人是怎么早也找不到 太累太远没有双修的 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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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终给一本书的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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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烫 不行 好 那很烫的还有什么呢 大家知道明年过年是什么时候吗 是2月8号小年夜哦 因为我已经把它查出来了 然后今年放的假期没有去年多 但是还是可以放大概7天左右啦 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过年 大家觉得好像不再会有儿时的感动 年纪越大 这个过年的感动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呢 专家统整7个原因哦 第一个就是 最现实的我不能再领红包了 好但是我要说 我爸爸妈妈每一年还是会给我一点点 我好羡慕 我老手最近没有了耶 他说就是要有个喜气感 但里面没有包很多啦 但是他就是会想说有一个喜庆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子女的话就是拿到的不管是多少都会有一种 我觉得是幸福 对 幸福幸福就是会有种仪式感 对对对对 过年的仪式感 对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再有这个感动就是准备过年比上班还忙还累 对也有人这样感觉 而且你想想看哦 哎拜托在一个厨房里面 你不论去去谁家好了 哎厨房就只有一个 但是呢那个时候三姑六婆全部通通都回来 啊一下子指点你哎哎这个要放酱油 不要不要不行不行 那个老人家太咸了 因为他们高血压 那你这个放少一点酱油 那另外一个 可是我家的小孩喜欢吃红烧肉 不不不不他喜欢吃矿肉 哇好复杂 然后一个厨房里面就塞不下这么多的婆婆妈 没错所以这也是大家很觉得不感动 感觉很想要过年 但想到这些就觉得头大 然后第三个就是拜年的琐事非常的多 甚至是意见不合的家族团圆 然后例如说 还好这次是先选完再过年 我在选钱 过年的话哇恐怕大家讨论政治会被吵架呢 还是一开门就把门先关上了 对不对 你是头谁谁谁 你只要进来 好再来就是物质也比较的不匮乏 甚至这个平常吃的都比过年还好 所以也不一定要这个 特别过年的感觉 还有人是以非的无奈 像是有些老人家过世了 所以可能回到老家聚聚 大家会觉得比较触景伤情 再来就是心态转换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这是专家统整的这个原因 不过我们也看到旁边这里 这里是在讲什么呢 说过年无聊的时候怎么办 就有专家说 其实可以订一个全家能够延续的传统 例如说我们就是每一年过年 大家聚在一起要玩什么呢 可以玩个什么桌游玩游戏 或者是可以一起买呱呱乐 凝聚家族成员的向心力 所以过年也是一门学问 尤其我确实感觉 小时候的过年跟现在 那个年未差很多 因为我们是外省家庭 所以以前还有眷村 然后就会在那眷村的那个 年未很浓 对很浓 然后每一家都会放鞭炮 然后玩什么的 那现在就是因为 大家都是在住户住宅里面 就在楼里头了 对对都没有这种感觉 那像中国大陆那边 是不是年未的气氛有慢慢消退吗 跟台湾一样 就是你如果是在城市的话呢 那么年未就会慢慢的消退 那你如果是在农村的话呢 那当然年未就会比较浓一点 你知道吗 我之前的时候呢 曾经到过四川 然后呢 刚刚好就是遇到了他们 在过年前的时候在准备 不能算反斗 但是呢 因为你知道他们就是一家挨着一家 有的时候呢 譬如说我家煮了A东西 你家煮了B东西 他家煮了C东西 那我要办一桌 我不要全部都煮吗 就我拿我的A一点给你 你拿你的B一点给我 他拿他家的C一点给我 就就可以凑成一桌 交换菜肴就对了 对然后呢 其实就还蛮热的 而且呢他们会张灯结彩 对然后呢 你会有些地方是可以放鞭炮的 但大多数都不行了 但有些地方的话 他们是可以允许你可以燃放鞭炮 那年未就会比较重 而且重点是主要的是家里面 就像刚刚的时候虽然说呢 人多嘴杂 然后呢让你感觉到很有压力 但是呢人多一点的话 相信之下也会比较热闹一点 对这种气氛就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台湾也会有不一样差别 就是都市跟农村 对 因为像我婆婆是在屏东 对 回屏东过年的感觉 跟在台北或新竹过年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属于 比较农村的这个状况嘛 所以大家就可以串门子 然后走来走去的啊 或是一起打麻将啊 然后就是喝点小酒这样子 哦大家这感觉就蛮浓厚的 对 而且过年感觉 我觉得过年的年味浓一点 会让你呢在整个过年的期间呢 你就会感觉心里面就是满满的 幸福 对没错 对但是吃东西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常常就幸福很肥 就会吃比较多 所以过年这件事情哦 也欢迎观众朋友讨论给我们 好不过我看到现在网路上的留言哦 大家说哎过年就等于是打麻将 哎有啦 有的人就一打打三天两夜 对有人说要打七天 哦哈哈哈 从小年一路打到要上班 有点累耶 这会过劳 对身体也是不好不行不行 好那大家也是对于这个过年的感觉也是蛮有 view的 X-Man他说哎中国很多地都不能放鞭炮了 都20多年了他说早就没有什么年味 我看X-Man应该就是中国人 他应该对于中国 很多地都确实都不能放鞭炮 对所以可能有没有放鞭炮有点差别 嗯 因为那个热闹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 但中国就是也是因为有点这个法令上面的规定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不能够说放鞭炮主要就是因为火灾太多了 然后小朋友他会拿烟火去 譬如说你会塞在人孔盖里头啊 你会塞在人家的电动车里面啊 然后就造成了太多起的意外 所以他们就干脆就禁止了 对啊 当然还有一些环保上的问题啦 当后续延伸的 好我看到一群问说一轮会打麻将吗 会打啊 但是有时候运气好有时候运气不好 对就不是很会算牌 我觉得打麻将要有一点点逻辑啊 对 很厉害啊 有时候就上不了张就一直赢不了 而且如果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打 譬如说是长辈你敢赢他牌吗 敢 哈哈哈哈 我欣赏你 对对对 大家就是要 但我们都打小小的啦 所以敢一太大了就不敢 婆婆说 诶我的那个 好好好那不 不出不出 对对对 好啦 那我们讲到过年也讲到中国大陆现在的失业 然后大家都去图书馆当假学生 对 真的是不同的感受 好今天谢谢向如带我们观察中国的一个大事 谢谢依伦 谢谢大家 好我们讲完之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你有想过你买的皇家爱乐乐团的音乐票 演出者竟然是国外的业余音乐的爱好者吗 这落差可能蛮大哦 所以这会不会被人家说是这个炸鸡集团呢 因为这在中国大陆河北就有观众听完之后得知了这项讯息 他说他要退票 上海马戏团表演发生蹦床断裂 演员被弹飞 现场观众发出惊呼声 设备故障原因 现在演员已经平安了回家没事情 外国团体到大陆演出 近期发生的意外还有这一期 河北石家庄大剧院邀请了比利时皇家爱乐乐团 进行2024新年音乐会演出 没想到打着皇家乐团表演水准却惨不忍睹 观众气炸了 消息一出 河北石家庄大剧院发文道歉 称乐团抵达大陆后 部分演员因为温差大感冒 彩排时紧急调整了演出人员和架构 造成演出品质落差 声表歉意并全额退费 而大陆的记者上网一查 发现这个号称比利时皇家爱乐乐团 竟然仅仅只是当地一个2007年成立的地方非盈利性团体 也就是由年轻的音乐家业余爱好者所组成的团体而已 比如之前奥地利有一个不知名的乐团来华演出 人家打的旗号叫什么呢 叫维也纳交响乐团 一听是维也纳 正因为是世界顶级啊 还有德国一个莱比锡史内乐团 在宣传的时候 人家改名了 改叫什么呢 叫德国莱比锡国家爱乐乐团 加了国家爱乐这几个字 票价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打着专业名号 到大陆捞钱的乐团还真不少 大陆媒体提醒 买票时最好查一查乐团的原名 看看有没有专业演出剂 出过什么唱片 有过什么评价再购票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我们再来谈的就是 其实现在半导体的产业相当的竞争 而且大家都在抢食这个技术 但现在有技术泄密的状况 包含是南韩媒体这边的调查报导指出 近年南韩产业泄密的事件 创十年新高 而且大多都流向中国大陆 上海警方近日侦破一起 晶片技术侵权案 逮捕14名嫌犯 疑似是华为离职员工 高薪挖角老冬家研发人员 遭华为指控侵犯晶片技术 而科技大国南韩同样受害甚深 韩媒12月中报道 一名三星电子前主管 涉嫌将18奈米低刃晶片技术卖给中国长新储存 赚取的报酬大约数百万美元 但造成的损失粗估高达2.3兆韩元 整合新台币560亿 业内人士坦言 爱国主义也难党金钱诱惑 南韩政府统计 该国技术机密流向海外的案件 创下10年来新高 光是今年2月到10月便侦破21起 其中已流向中国的14起最多 法界人士认为主因在于量刑过清 自2015年以来相关案件多达835起 其中已缓刑最为常见占比36% 其次为罚款和无罪释放 入狱服刑的比例不到10% 有鉴于大部分技术都流向中国 南韩媒体呼吁 从外资并购 退休人员的旋转门条款 逐起防火墙 避免遭竞争对手 以不正当手段迎头赶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